这位大爷就是我们今天的相亲主角 朱向荣 今年68岁 离异20年 你看看这气势 看这唱情 那么您是不是要问我 他是演员 是歌手 是大咖 统统得不信 那么他的职业是 我们家那是一个综艺世家 我现在行一大约将近50年 其实这个钱呢 对于我来说 无非就是存折上的一个数字 我就是想两个人 过安安静静的二人世界 十一栋 一旦圆 这吧 华语花园 这应该是这个门 163 大爷好 好 相恋相亲旁家们 嗯 大爷 大爷您早上在家干嘛吗 没干什么 嗯 没干什么 没有准备一下吗今天 准备什么 今天是要见阿姨啊 那也不需要准备啊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您得挺紧张的呢 嗯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呢 把我日常平时的状态表现出来就行 嗯 对 如果特意准备的话那是表演 对对对 另外 男人得有自信 对 哈哈哈哈 哎呀 看人家朱相容大爷那神态 那是真带范儿的 别得先不说 哥自信呢 不是 等会儿 这说着说着 大爷这咋给又脱衣服呢 换一身呢 能让好吗 哎 表现出来对客人的尊重吗 好 我要回避一下 又不换馅裤 我回避干啥呀 换个心服 身上不用回避了 经过一番试穿之后 终于宣定了最终意的一家 一位帅气亮摊的大爷 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这个老了 老了还这么帅气 年轻时候得多帅 年轻姐是不是在单位 有个外号叫公子吗 哦 真的啊 公子哥还是叫公子啊 公子啊 公子啊 你应该是王子啊 不是王子 今天是王子 那出来等会儿 今天也不是 装衣服这个打扮的 像那个什么 富家主持 富家公子 嗯 那我们应该帮他找一个 富家小姐 那不对 嗯 童话故事里 王子公子全是配婚姻姑娘的 普通人家的 我跟你说 不管怎么讲 这个猪大爷呢 就像找一个精神层面上 能够相沟通的 嗯 必须要这个精神生活 达到同一个高度的 所以物质不是问题 精神必须统一 对 好 好